我们一起分享的神的话语是 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 二十六到三十三节给大家再读一遍 在耶稣去的时候 有一个鼓励那人西门从乡下来 他们就抓住他 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 叫他背着跟随耶稣 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 那中有好些妇女 妇女们为他嚎头痛哭 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字 女子不要为我哭 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因为日子要到 人必说不生育和未曾怀胎的 未曾如养婴孩的有福了 那时人要向大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 向小山说 遮盖我们 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 那些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 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窟窿地 就在那里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又打了两个犯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阿们 我们今天以路加福音的二十三章 二十六到三十三节 读过的这段经文为重心 围绕着经验父和儿子的痛苦 这样的题目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 本文所记载的 是受造之物在神的面前居然的抵挡神 那就是呢 这仇敌魔鬼叫人吃了神 吩咐不可吃的善恶树上的果子 那么罪的公价是死亡 人就必须要死了 世上罪令人恐惧的事情 就变成一个死的事情了 人们怕死 所以就挣扎着不死 可是呢 如果不能不想死的话呢 就得解决罪的问题 就得解决不顺从神的罪的问题 可是呢 任何的伦理 道德 善行 或者是发达的科学 或者是物质文明 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 人呢 就只能是死在罪里 肉体死了以后呢 归到土里 灵魂呢 却也没罪的代价 在地狱当中 遭受永心 我一想到地狱的话呢 就是令我 浑身都起鸡皮疙瘩的 因为那里边呢 人是不能被烧死 也不能被烧糊 却要永永远远 昼夜的受痛苦的 那就是因为一点 罪没有解决的关系 神呢 神呢 比我们更了解人的不幸 所以呢 就是说 吃了善恶果的话呢 必定死 那 必定死的这句话呢 一定会应验的 是一定会应验的 所以 犯罪的人 死 是当然的 那 不犯罪的 神的儿子 替死 这是不应当的 可是神猜判 没有罪的 自己的儿子 来到世上 叫他背负 罪人当中的 魁首 才能背负的 十字架 也是要 必须经过 公开的处处 公开的这个判刑 审判 才能够 判处背负 十字架的 这样的刑法 也就是说 叫神的儿子 来代替 我们来背负 我们的罪 为我们受死 你们对于这个事实 相信的 阿们 我说的可不是一个 你们大致的信 那是 你相信 这个事实 并且你得着 相信的是 指得着 可不是说 经常还有这样的事 不是理论 也不是 从这个知识的角度 我相信有这样的知识 那是把整个的 耶稣 为我们 在十字架上 流血的功效 得着的人 就是把整个的 耶稣十字架 流血的这个事件 得着 这叫做信 那这个人的话 受永行的这个本钱 也就是说 下地狱的本钱 已经结束了 受咒诅的本钱 已经结束了 已经不用再受了 那即便是 今天 现在 死了 也会在天国当中 永远地活着了 那这样的人 对于世人 所惧怕的死 就不会再惧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死 已经画上了句号 地狱呢 已经画上了句号 咒诅 已经画上了句号 就这样 为了解决 人灵魂 底所遭受的痛苦 主耶稣 跟犯人 罪人一同的 来遭受苦楚 他死后 第三天复活 假如这位死了 如果没有复活的话 那他就跟我一样呢 不过就是罪人 他复活呢 是证明了 他死是死了 可是他是没有罪的 所以他复活呢 就是他没有罪的证据 而他死呢 是证明他死 证明是有罪 那这罪是谁的罪呢 就是整个世人的罪 所以他是背负了 我们的罪 为我们死的 所以他的死就是 背负我们罪的证据 而他的复活呢 又是他没有罪的证据 所以说他的死呢 就把我们的死 把我们的罪 画上了句号 而他的复活呢 也印证了我们的活 代表承认了阿们 那这就是神呢 爱世人的一个大爱 那么假如说 神呢如果不爱我们世人的话 他就会受什么损失啊 或者呢他就不义啊 或者是他不爱我们的话 其实呢对我们世人来讲的话呢 他就是没有任何的 眷恋都完全可以的 因为呢人听了神的仇敌 魔鬼的话 神造了人呢 叫人呢来治理 来管理 来修理这万物 而且让我们人的活的是那样的富足 可是呢神所造的人 那本呢 本来呢是靠着神的恩典活着的 可是呢却听了神仇敌的话 来吃了善恶果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人呢 是比魔鬼呢更加令神厌倦的 是更加令神伤心的 然而呢神没有一次呢 说过爱这魔鬼的 而是一定要把这个魔鬼呢 扔在地狱当中 在那里边让他遭受永远的刑罚 可是对我们世人呢 却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只有神才能够做得到 只有神才能做得到的 所以当他的爱呢 向世人来显明的时候 他不是嘴上说我爱你 那么这样的一句话呢 有可能让人得到安慰 然而是不能从根本上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就是说罪死亡和地狱的问题 神爱我们 他为了解决我们根本的灵魂体的 咒读死亡地狱的问题 所以说呢就 才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那这位来到世上 他首先做的呢就是对我们传扬福音 而福音当中的主耶稣首先 想出来的一句话呢就是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悔改的这句话 对于主耶稣来讲呢是极其负担的一句话 那么如果我们悔改的把罪掏出来的话 那么主耶稣要怎么办呢 我们悔改的把罪掏出来的话 他想怎么办呢 那主说我替你背负 我替你死 我把你救活 所以说你把你必死的罪掏出来给我 所以在世上哪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令人激动的要求 一个这样的一个呢就是难以承担的一个要求呢 我们把罪掏出来的话呢 所以他的公家是死亡 他就得代替我们去死的 所以呢神呢就是这样 为了通过儿子来成就爱我们的旨意 就不能不把儿子来采派到世界上来 那么他完全可以放弃我们的 可是呢因为他不能够放弃 他必须要叫儿子来替我们死 因为他 所以呢神舍弃自己的儿子呢 就是要救我们的 要成就救我们的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父跟儿子的这样的痛啊 这是我们人所不能够想象的 我们的人呢服在罪里 我们的肉体所遭受的痛苦 神呢为了帮我们解决肉体所遭受的痛苦 和灵魂所遭受的痛苦 他就必须要经历呢 就是让自己的儿子来替我们死的这样的一个痛苦 那么主耶稣也必须要经历这个痛苦 我们要说阿门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来对待我们 所以主耶稣的痛的这个痕迹 就是他开始了公开的服侍 为了成就应许给我们的话语 就是人死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假 我们信了耶稣 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主耶稣的赎假 那对不起 你不过一个躯壳 你是不能进天国的 我们要得到主耶稣舍命的这个赎假 那这是属于我们的 因为神说 我要把独生子赐给你们 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赎假 我们要领受到这个声音 所以这个声音可以说是地球上 最最祝福我们的一句话 那就是你们要得到主耶稣 所以在科西玛尼 主耶稣为了把他的命拿出来 就恳切地向神来祷告 说父神啊 爸父啊 如果这个杯能挪去的话 求你把它挪去 主耶稣 祷告 头上掉下来的汗珠 成为血珠 各位 神的爱呢 是这样的成就在你们身上的 我们是白白得着这个爱的 可是神呢 却舍弃了自己的儿子 而这要 要把自己的命呢 舍弃 定在神的架上 所以我们要知道从神的角度 所以致父的是相当的代价 儿子祷告 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那么父听了儿子的祷告 心情会如何呢 父的心情会如何呢 我们圣徒们呢 有在临终之前呢 我去探访的时候 他对我说 牧师啊 你救救我 牧师啊 你救救我 我受不了啊 牧师 你把我从痛苦里救出来吧 才让我的心像撕碎了一样 我就祷告 主我做不到 主我得你做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 告白着他自己的这个痛苦 他没有办法忍受这个痛苦 想从这个痛苦 让他脱离出来的一种绝交 所以牧师也常常流泪的 并且呢 我这也是活着命来的 为他祷告 祷告以后 他说牧师啊 我不痛了 所以我这个痛苦呢 解决了 我说 不是我做的 是主做的 你感谢主 圣徒啊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呢 呼求呼唤的一个祷告啊 要求从这个痛苦当中脱离出来 牧师承担不了啊 那神的儿子呢 说 父啊 这个苦悲 如果能挪去的话 就你把他挪去 可是呢 又怕父伤心 马上就说 但是 不要按我的意思 要按父的意思 他怕父伤心 所以呢 就挣扎着自己呢 去救进这个死 他在祷告说 父啊 能不能把这个背挪去 他挣扎着祷告 那么 父神的 对儿子的 这样的痛苦当中的绝窖 又是什么心情呢 大家想一想 假如说 你们经历这样的时间的话 你们在这样的情况当中的话 要是我的话呀 我恐怕会说 我所造的一个受造物 他们听了我的仇敌魔鬼的话 吃了伤和果 之后呢 必定死 算了 把他们扔了 算了 儿子啊 算了 你上天上来吧 要是人的话呢 大家难道 不以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可是呢 神的爱呢 是 哪怕是 说起了儿子 也不能够退让的 也不能够退让 因为呢 要救这些世人 大家同意他们 所以那不管是谁 对于借着父和子 对于父子所成就的 这个救赎的恩典 以及主耶稣十字架的 宝血的功效 假如你不予了解的话 那么即便是主定十字架 为我们死了 即便是父奢侈了儿子 来拒绝了儿子的绝窖 把他定在十字架上 也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所以呢 这地球上 在罪里受咒诅死了 要下地狱的人 即便是别的知识都没有 可是呢 借着父子所得到的这个救赎 也是一定要得着的 如果我们得不到这个救赎的话 死了只能是下地狱的 那这个痛苦怎么解决呢 有的人呢 他是了解 不过是了解 他就以为自己得着了 得着的人呢 对于父这么大的恩典呢 就是舍弃了儿子 儿子呢 又把自己的性命呢 定在十字架上 来救赎我们的这个恩典 你得着的话呢 是不一样的 得着呢 就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呢 就是对于拯救自己的父 和神的儿子的态度 是不一样的 而所对待神 和他儿子的这个态度 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 对于施恩的神 和神的儿子的 这个感恩的态度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么你不会就来往于教会 不会一个基督教 不会呢 一个宗教的信徒 那魔鬼呢 就是这样的来 来做工作的 他就是不论如何 也不要让人了解这个恩典 或者是了解了 也让人呢 也让人 也让自以为是的 来过一种宗教的生活 那魔鬼的目的呢 就是不论如何 不让这个人信 叫这个人的名 叫这个人的灵魂来灭亡 所以呢 这从伊甸园开始的 就是魔鬼的工作 因此我们大家 不论如何呢 也要胜过魔鬼的工作 万不要知道 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 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恩典 神叫自己的儿子 喝了十架的这个苦杯 那么父不残忍吗 不残忍吗 我们是神所造的一个受造物 神那是三位一体的神 是创造者 那么他从一个绝对者的一个位置 对他所造的这个受造物 当受造物来挑战他的时候呢 他居然为了救活这些受造物 而把怀中的爱子 拆到市场来 让他定在此的架上 用实价的血来 偿还他们的罪债 现在这从一个 从逻辑的角度来讲 我们是信不进去的 从这个计算的这个角度 我们是信不进去的 从人格的角度 我们是信不进去的 从这个天伦的角度 我们也是信不进去的 可是谁能够 叫我们信得进去呢 唯独圣灵 就是圣灵 来到我的里面 告诉我们 这是个事实 这是真的 这是一个事实 这是对的 所以圣灵第一个恩赐 那就是智慧的恩赐 这是呢 就是叫我们了解 这个事实的知识的恩赐 第三呢 就是来叫我们相信 这个世界的信心的恩赐 大家想想 为我们自己 怎么能够信得进去呢 能信进去吗 为我们自己的话 我自己也是 也是考虑了很长时间的 我十几岁的时候 考虑了很长时间 那这是造物的主啊 创造者 我再读圣经啊 也知道 那么神呢 神是创造者 而我们人在他面前 是受造物 受造物是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用用你的话 把你扔了 无所谓的 消灭你 取消你 也没有关系 而且不在乎你 不管你 也没有关系的 而且呢 又说 你不可做 那么人又不是自己去做的 而是听信了 挑战了神的 神的仇敌魔鬼的话 而吃了这个上个国 违背了神 所以说呢 神呢就是 粉碎我们 就是灭绝我们的话呢 能解除他心中的这样的震怒吗 神他到底是谁 他舍弃了他自己的这些感情 这些情绪 而单单的看到了 人要下地狱的这个可怜向 所以说呢 平常这样一个爱的力量 来舍弃了自己的儿子 平常要救人的这种力量 来舍弃了自己的儿子 所以这叫什么呢 就叫做爱的力量 一起说爱的力量 爱的力量 神爱是人的 这个爱的力量 使他来 即便是舍弃了儿子 也要把你救活 所以呢 神爱的这个力量 到什么程度呢 是我们人不能够测量的 人的言语不能够表达的 顶多人就说 神舍弃了儿子爱了我们 而 儿子呢 爱父神 爱人的 爱人类的力量是多少呢 那就是为了成就 父救世人的 这样的旨意 他宁愿自己 把自己定在自己架上 自己上了十字架 他也没有爱父神 也为了救我们 所以他说 为了爱父神 他说 我也要去救这个世人 所以这就是爱 他给予了多少的爱 那痛苦呢 就有多少 所以呢 我们 认识神 要了解耶稣 基督性命的价值 和我们是怎样的一个垃圾 谁会怜悯我们 谁会爱照顾我们呢 谁知道我们呢 我们是多么的渺小的人呢 可是那圣经里面 那个人兴奋的 我刚才对你们讲过 主耶稣说 如果不蒙阿爸 他复吸引人 就没有一个人 能到我这里来 而主耶稣呢 又为我们 在石架上流血受死 这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 一个事件 我们正是得到了 这样的恩典呢 所以说我们只能信 因为没有办法计算 所以只能信 我们怎么计算呢 大家想一想 所以呢各位 我们在罪里的本来 要遭受地狱的勇行的 这个勇行 这个痛苦 我们会计算吗 它痛到什么程度 我们能计算出来吗 痛苦到什么程度 我们能想象得到吗 用算盘算不清楚的 所以这个罪呢 这个工价呢 是多大 这地球上 用任何的这样的算法 也算不出来 付出的什么 也算不出来 只有是神的儿子的死 才能够解决的 所以说呢 这个罪的工价 有多么的贵 神的儿子死了 我们才知道的 那么神的儿子呢 是值多少的呢 他的价值是多少呢 能计算出来吗 能计算出来 他值多少吗 神跟我们之间的 所有的这些给予呢 都是白白赐给我们的 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是白白得来的 可是呢 神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父舍弃了儿子 儿子舍弃了性命 这些呢 是用钱买不来的 所以他白白的 叫我们得着的 这是钱的价值 所不能够比较的 所以说他白白 叫我们得着的 那么今天的父母 他们生了儿女 养育儿女的时候 从肚子里刚生下来 有没有说 我一个月养你一个月 你给我一百万 给我二百万 给我四百万 哪一个父母 也没有说 用钱来养育儿女 为什么呢 父母们把自己的一生 都倾注给孩子了 他不计算这个价值的 这是不能用钱 才来计算的 比整个地球都宝贵的 这个性命父母 都用在孩子的身上 而儿女呢 得到了太大的恩典 所以他就不知道 这个恩典值多少 那么 如果给他买一个名牌 这个夹克的话呢 他都知道这个是最贵的 傻不傻呢 他们看不到没有比 他没有看到 比这更大的价值 所以说呢 我们也是一样啊 如果我们遇到 什么问题的话 就埋怨了 哎呀 如果有神的话 怎么能这样的对待我呢 让我这么的难呢 神不是叫我们 男的一位 他不是对我们 做这样的事的一位 而叫我们男的呢 是罪 叫我们男的呢 是魔鬼的工作 是撒旦的工作 是邪灵的工作 是在世上的 情欲和私欲的工作 所以神呢 是不是让我们犯难的 为了不让我们犯难 才舍弃了儿子 为我们舍弃了儿子的 就是让我们 来脱离我们的痛苦 可是我们遭遇痛苦的时候 就埋怨神了 哎呀 神怎么能这样的对待我呢 那是 你做的事啊 你怎么能够转家给神呢 现在你所遭遇的不幸 不是神给你的 叫你不幸的呢 从起初开始呢 就是魔鬼的工作 就是罪 我们怎么样这样的 忘恩负义呢 所以这样的话 本身就是忘恩负义 然而呢 我们每天这样的 忘恩负义 还不知道你自己 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也就是说 这么大的恩典 我们得着了 使得我们的肉体 即便是今天结束了 我们也必从受咒诅的罪里 从下地狱的罪里 来得到脱离 得到释放 那这样的话呢 神舍弃了自己的儿子 儿子呢 遭受苦难 儿子的这个分量 这个爱的量 怎么才能够表达出来呢 各位 那这就是我们得到了 救恩的一个量 所以说我们觉得 不能让神的儿子 白白地死去 也不能让神的儿子的血 对我们白白地流失 父所愿的 就是呢 叫儿子的这个死 来借着人类的拯救 而得到安慰 神投入了神的儿子 就是要借着来 人类的得救 来得到回收 那么我们是干什么的人呢 这样说来 我们该做什么呢 我们赞得来赞美神呢 我最义得赞美神呢 前我 前我思上 今被寻回 瞎眼金得看见 那这些赞美 那这些赞美都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对父来感谢 他为我们投资 他儿子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感谢 父呢 是在回收 所以呢 我们灵魂的感谢 他赞美 他为了尽忠 去传道 祷告 互相的来关照 互相的为了 灵魂的时代 来互相的管理 互相的照顾 所以说我们说 父神的托 我们要想回收什么呢 那么这样 我们是借了 神的儿子的死 神的儿子呢 上了十字架 把我们从罪 死亡 对于当中 拯救了出来 他真的流血了 之后呢 第三天复活了 我因着这个事件 而得救了 那么对于 投资的神 我们该把 用什么来 让他 让他来通过我们 来得回什么呢 让他来通过我们 得回什么样的益处呢 我们该把什么来 来 来 回敬他呢 我们做没做过 这样的计算呢 我们说 哎哟 你给我恩典了 我就感谢你 不过如此 其实具体没有 做过计算 我们没有具体的 来做计算 我们要具体的 跟他算一算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呢 就是死一千遍 一万遍 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我们反正 是要死的 反正也要死的 就是遭受多少的痛苦 反正我们也是 注定来遭受痛苦的 可是呢 主耶稣 他解决了我们的痛苦 解决了我们的咒诅 现在呢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咒诅呢 怎么办呢 要归给主 要还给主 可是现在你们 还没有成熟吗 你们还 不知道该怎样的 以主来 进行什么样的交流吗 十字架呀 那就是呢 把没有罪的神的儿子 当作罪人 那么假如你们的话呢 你们一点罪都没有 结果呢 就把罪转嫁给你们身上了 而且呢 把你当成一个 最大最大的罪人 得定十字架的 那你们恐怕 早就站起来辩解了 我哪是什么罪人呢 我哪有这样的罪呢 那你们该怎样 忙碌地为自己辩解呢 可是主他没有辩解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要背负我们的罪 他要背负我们的罪 所以说没有罪的一位呢 他背负我们罪的同时 他就成了罪人了 而他背负我们的罪的同时 我们就成了义人了 我们大家理解吗 他背负我们罪的同时 他的名义呢 就受到了损失 所以呢 把罪转嫁给他身上的同时 那么做一个罪人来讲 还有什么名誉吗 没有了 他马上就成为一个不名誉的人 没有名誉的人 你们想一想 怎么能背负呢 他疫病过 赶鬼过 行那么多的神迹 其实 可是他能背负了这个罪 而人们说 哎呀他是罪人 我们其中呢 信他是什么先知 什么是 是神的儿子 现在不是 不是 所以他就完全成了一个没有名誉的人 他要接受罪代价所带来的咒诅 所以加勒太书的三章十四节里就说 这个石架呢 是一个咒诅的木头 所以就把耶稣能残忍地定死在了一个咒诅的木头上 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把我们从咒诅当中输了出来 因为记上自己的反定石架上的都是受咒诅的 主耶稣为了代替我们受咒诅呢 所以说他定在了石架上 所以他背负的不是他的咒诅 而是我们的咒诅 因为他背着这个石架的话呢 就是已经受咒诅了 人们就喊了说定死他定死他 所以哪有这样的咒诅呢 所以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啊 背着石架而死的那些罪人呢 那他的后世在村子里面就活不下去了 石架呢是要经过公开的审判 众人一口同声的要说定死这个人 这样的话才处死的 这样的话要公开的这样处决 那经过的人呢都说这是谁家的人 谁家的父亲 谁家的儿子 所以实际上呢首先呢是要把人变成罪人 其次呢把人变成一个没有名誉的人 第三呢就是要叫这个人受咒诅 第四呢要把这个人定死 让人没有罪的主的数据 一句也没有辩解 因为充满了能力的人 他完全一次就可以让定他在石架上的人的灵魂离去 他是造物的主 他一直忍耐着没有行使他的能全能 为什么呢 这就是他爱我们的一个量 爱我们的一个恩典 所以呢也是他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祭业 这是个了不起的一个重负 所以他值多少我们知道吗 是多少的一个重量的一个恩典 各位你们信了耶稣得救了的人 对于主耶稣背负十字架 来拯救我们的这个价值 你是绝对不要误会的 如果你见了耶稣的血得救的话 再也不要误会耶稣的宝血 那么你越看重石架保险的功效 你就越知道守住你自己的意义了 大家的一切的阿们 可是我们家的过小的评价石架的恩典 因为过小的评价 所以呢 那么在这个人的里面呢 他是靠着石架的保险得救的人呢 还是没有得救的人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辨 因为他过小的评价是这家保险的工价 圣经里说 你们要查验你自己有没有信心 你自己有没有信心 你要自己再查验一下 假如你自己不能确认你自己里面的 有耶稣基督统在的话 你要被弃绝的 那么这个信息呢 就是我们跟主所建立的关系 他所赐给我的这个保险的基业 生命的基业 永生的基业 天国的基业 和让我们称呼神为父的这样的基业 以及叫我们祷告的这个基业 以及让我们靠他的名传道的基业 尽忠的基业 而且呢 又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的基业 就是与祖同受苦难 同得荣耀的这样的基业 他如果把这样的伟大的基业来赐给我们的话 你如果得着的话 那么一定在你的生活 在你的言谈举止当中呢 能够见证出来 能够表现出来 如果没有表现 没有 没有看见的话 那么你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 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那么要知道耶稣基督在你心里 他怎么在你心里呢 他流血把你拯救出来 代替你死 把你拯救出来 而且舍命做你的赎架 拯救了你 他在你里面 是不是做你的救世主 他的血再没在你里面呢 他的生命再没在你里面 你是不是借了他的救赎的 这样的恩典 而圣洁了呢 当这样试问你的时候呢 你如果不能确实地回答 那么你要知道 你是可弃绝的 神呢 才派 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为了把我们从最死亡地域当中 拯救出来 就先通过以赛亚先知做出的预言 说必有童女怀孕的生子 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神的儿子呢 将与我们同在 他与我们同在 他所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情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跟人拼情几路 以后话 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2000年前 主耶稣就重救了这句话 在各个他的高坡 那这是属于谁的呢 是我们的份 谁的份呢 那我们就是 就属于那些承认自己 我在这里是必死的 我在这里受咒诅 我在这里要下地狱的 有没有担当我的罪 为我儿死的呀 是的 我已经背负了你的罪 2000年前就为你死了 你要相信这个事实而悔改 那这样的话 你会立刻脱离你的苦难 这是多么令我们 吃惊的这一个福音呢 我们读圣经 为什么不受刺激呢 为什么不能够跪下来祷告呢 为什么不能在主的面前 被震慑一般的 被主的恩典 被主的爱震慑呢 被主的话语震慑呢 当主的话语成就的时候呢 那个祝福的现场 是我们人所不能够想象的 他为了把这树林的永远的祝福 赐给我们 而这个祝福的正是 他舍弃了儿子的代价 那当我们得到了这个代价 他有永生才有天国 而且当我们领受过来的时候 神爱我们的旨意才成就 如果我们都是借着主的这样的爱 得到了救赎的话 那么神投入了儿子的这个代价 我们就可以献给主的 耶稣舍变的代价 我们也可以献给主的 那就是说 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 就是我们从病里边得到自由 所以不管是谁 我们的心里边 环境当中啊 如果有什么痛苦的话 你知道这是因为罪的缘故 那么主耶稣 一定为我们这个罪付出的代价 主付出了代价 付出了多少的代价 那我们就得到证据 就是我们要得释放 我们要得幸福 而且呢 我们还要感谢主的这个代价 一生为了主而活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良心 因为他为我们受害的代价 我们的过犯没有了 因为他受压伤的代价 我们的罪恶没有了 因为他受刑罚的代价 受警戒的代价 我们得平安 因为他受鞭伤的代价 我们得医治 所以说我们才感谢他 忠心与他 互相的相爱 传道 这是为了一直要付出 主耶稣所支付的 这个代价的回报 这样的生活 才是我们一个法子 信仰良心的生活 亲爱的各位 我们信耶稣的人 来教会呢 不是为了要什么修道啊 要修行啊 要什么一个修养啊 我们自己是不能够圣洁起来的 唯独 靠着主耶稣受难的 施加的宝血 借他的宝血 才能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人们说哎哟 你来教会这么久了 那你就能得救了 圣经里面哪有这样的话呢 哪有说你 你信到那个程度了 就能得救了 那个程度是哪个程度呢 那么教会是什么地方呢 是主的身体 一起说教会是主的身体 主的身体 那这样的话呢 教会就得有主身体的特质 你不要抢脱离 主所受苦难的这个范围 高马书八章十六节里 到十八节里就说 圣灵明说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其实儿女就是后子 跟基督一同为后子 我们既然跟他一同受苦 就必跟他一同得荣耀 你们喜欢荣耀 不喜欢受苦 一粒种子掉在地上 不愿意腐烂 那怎么能结一百倍的收获呢 所以这种非逻辑的话呢 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话 那么主是神的儿女 主所做的事 我们也要做 而且主耶稣说 你要跟随我的话 要舍弃 背负你的十字架 来跟随我 所以我们信主的主痛 我们也痛 所以保罗就说 我为你们所受苦难 反觉 患乐 因为要在我的身上 来补满耶稣 基督所受患难的缺陷 这是为了教会 在我身上 来补满耶稣 所受患难的缺陷 他以为这样的是荣耀 为你们受苦 我反觉的是荣耀 那么我们接着 耶稣得救 接着圣灵重生 能够称呼 神为父的话 那我们肉体活着的时候 就像主耶稣所做的工作一样 以病 赶鬼 传道 我们也要做这样的事情 之后呢 在做这样的事情的过程中 即便是我们被诬陷 殉道 我们跟主一同殉道 那我们就会 有跟主的荣耀 一同有份的 那你信主的人 希望有荣耀 却不喜欢苦难的话 能行吗 那说明 你现在跟主 还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逆派的 保罗在密来岛 他为了在 他为了到耶路撒冷去 就经过这个密来岛 所以就打发 以弗所的长老们到密来岛来 他们来到了 他们就对保罗说 说先生 你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去呢 你去的话是要死的 保罗说我也知道 我知道 但是我还在去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经过耶路撒冷 到罗马去传福音 那么我再也不能够见到你们了 所以他们就互相拥抱着痛哭 说不能去 你去的话会死的 死你为什么 明知道死为什么去呢 保罗就说 所以呢 报罗就说 圣灵明说 在城里有患难和捆索等待的我 可是为了完成 神交付给我的使命 和主耶稣 教父从主耶稣 那里领受过来的这个使命 就是传福音的这个使命 我就不以我自己的性命为念 那么现在耶稣得救的人 跟主一同在世上受苦难 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就是为了我们遵循了神的话语 去活的缘故 就是为了按照主为我们而死的 主的这样的要求 就是为了满足主的这个要求 所以我们得了救的人 有信仰良心的人 是不能不这么活的 我们知道是 神舍弃了儿子 儿子舍弃了性命的 我们竟然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 那么我们自己这个性命 我们还要爱惜吗 反正上了年就会死的 而且呢 又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钱 我们还爱惜他吗 赚了他不能给主吗 多么的贝劣悲惨的 我们这些人 那你怎么跟神来交往呢 为什么呢 说明你们还没有了解 神恩典的分量 亲爱的各位 我们要像我们有信仰良心 像人和人一样的活着 保罗 他从身份上 环境上 从他的知识上 从他的血统上 不管哪一个面貌 他都是全然没有理由 过这样的悲惨日子的 他过了多少呢 仿佛死的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时间的日子呢 可是那个美好的道路 就是在主的救恩面前呢 他说我这些所受的苦都太小了 所以他说我不过呢是万物的渣子 我呢是一个呢 为主耶稣就生下来的 我在主耶稣面前是一个没有用处的 我死百遍万遍都是理所应当的 说呢在造物的主耶稣 面前在为他而死的这个恩典面前 他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的一个什么夸耀的 他就死一百次 他就知道在耶稣的面前都不配把这个命拿出来 他如此的来 来知道主耶稣分量的高大 他知道主耶稣的死是这样的一个宝贵 所以我们传福音 我们为主来尽忠啊 赞美啊 祷告也好 对于主所做的所有的这些行为 以及管理灵魂 我们都要了解的是 主耶稣为我们而死的目的就是来救灵魂 所以我们做小组长的目的是为了救灵魂 我们做地区长的目的是为了救灵魂 我们做机关长的目的是为了救灵魂 我们做教师的目的是为了救灵魂 我们做牧师的目的 也是为了救灵魂 如果我们不能跟主有这个同样的救灵魂的目的的话 那对不起 你已经是脱离出去的人了 所以我拜托你们 叫我们有跟主同样的心意 同样的生平 而且在同样的苦难当中 同享同样的复活的荣耀和同样的冠冕 我也祝福这些祝福成就在你们的灵魂里面 现在我们先来高举双手 我们来祷告 我们的父神 我们拜托你 我们也祈求你 我们肯接着祈求你 祂今天你要把生命的话语赐给了我们 祂我们听了祂生命的话语 觉得我自己实在是渺小 实在是没有价值 实在我们是一个熟情欲的人 祂实在我们的人生就像蜡烛一样的短暂 可是呢 主啊 我们在主你的面前呢 主啊 你把我们丢弃了 都无所谓的 可是我们呢 却听了神的仇敌魔鬼的话 犯罪活在肉体的死亿当中 然而主啊 你却为我们舍弃了你的儿子 儿子也为我们舍弃了主啊 姓名才把我们从最死亡地狱当中拯救出来 主我们怎样偿还你的恩典 我们没有办法偿还 所以主啊 唯独求主来赐给我们救灵的热情 就是主啊 你不希望任何一个人下地狱的 主啊 这样的热情 所以就让我 带着这样救灵的热情 来向我的灵神来传道 而且为主来尽忠 在美 敬拜主传道 一生为主而活 主啊 求主来饶恕我们以往 没有能这么活 我们可以来三五五五祷祷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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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有你的主意 我们有必须要福祉者 谢谢 我们有必须要福祉者 就是我们的主意 我们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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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意 不要来 这 header 我们的主意 永远 永久 的主意 父亲 他一定 阿哥 他说 他父亲 他 음식 我们的主意 我们的主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